接著來給我請一文靈大代表 大家好,我是袁法利醫生 我是做牙科醫生 你們有沒有人喜歡讀牙科? 你們有沒有想讀牙科? 讀牙科這行業,千萬不要這樣做 這些業務四行業 我不會跟大家講很沉重的問題 本身來說,大家年輕人 可能在社會裡打滾的時間不太久 可能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 可能對於這些設施問題會比較關心 先講一點正經 如果你問香港政府什麼叫青少年政策 香港沒有一個很清晰的青少年政策 基本上青少年政策是一個文化問題 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 因為定立青少年政策是什麼呢? 就是起碼三件事 第一是你未成財,就培養你成財 第二是怕你不成財,怕你學壞 就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學壞了就矯正回你 在這三個方面 但是來講,香港的青少年政策是沒有政策的 是在每一個的施局裡 每一個部分抽一段資源出來 就告訴你,你屬於這個稅數裡面 所以我們這些資源的比例 但是基本上,香港青少年的政策 是沒有一個所謂的主軸路線 就是你完全是跟這個社會的發展 完全是無關的 就是頭痛衣頭腳和衣腳 就是你問我,我七四年出生 七四年的社會 八四年的社會 九四年的社會 根本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來講,青少年政策 其實現在是相當次頭痛衣頭腳和衣腳 你根本上,你自己 就是不要說,你自己在社會裡面打滾 你根本上都不知道這個社會 是給你一些什麼 或者怎樣幫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不會講些太沉重的事情 基本上有人力量 就是處於雙腹 就是我們在青少年的政策方面 基本上,其他政策不會有太大的檢測 譬如在那個處屋方面 你要知道,現在好像剛才幾多朋友說 就是很多時候你們一畢業出來做事 就立刻收成公屋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單位 但是輪候都已經輪到八萬七千八百個人 可能排到三十歲也可能不領 另外,學業方面 我們都是反對大學商品化的 因為其實你要知道 譬如說正式的學士學位 其實由我讀大學的時候到現在 那個學位其實 數目方面不是相差太多 都是維持在那個數目那裡的 反而就產生了所謂 教育八萬年的政策 譬如說副學士或者文行課程 讀完之後,錢還沒找到 回報還沒有 借了一新債 即是所謂借關孔就庫村孔 通常來說,每個月還幾千元 其實以現在的收入水平 可能索尋過,九千至萬二元左右 每一季還幾千元 那可能大家都要 除非你黏著家 你家裡又住公屋 或者家裡比較有錢 那可能這方面 你的財政價錢會比較小 但如果在家裡本身不是太有錢 那其實這些誇代民國問題 都會令大家相當醜漲 基本上來說 還有一些年輕人的問題 比如說喝酒 所謂回家問題 客戶問題 或者所謂隱蔽青年 責男 父女的問題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一個社會 來不能夠提供一個很好的發洩 程度給青人所衍生出的問題 難聽說一句 有時候你們在Facebook都會看到 難聽說一句 怎樣搞事 搞事 其實根本上這些地產大權 因為每個人的居住為喜無勢 就變成了 好像在公眾地方裡面做一些得雅動作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社會性的問題 現身出來的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青少年那個找工作出路 無論大學不成好 大學不成好 其實多數都是投身在所謂的 服務性行業裡面 不是做責任 可能做很普通的工作 除非你好像我們這樣 即是讀了一些專科出來 可能你們的出路就說 會有一個不確定的方向 但譬如假使家 你不慎地選一個econ 即是你econ 即是你econ 事加上30秒 你讀了econ 即不是教書 可能做一些文書工作 那些文書都完全是沒有方向去想的 因為這個社會提供給你的機會 最嚴重的 尤其是 即是 坐開了兩人的好過癮 那些 即是年紀大一些那些 那些 他們很快 即是香港又沒有退休生活的 退休又沒有保障的 那他們 即是他們的工作做得那麼過癮 他們不會退個位給你 不像外國那樣 可能 即是5萬多歲去退休 然後圍遊世界 但政府又會資助你去環遊世界 這樣 那就掌聲音樂 多謝各位